青衣有两个长者被的士撞倒 其中一人情况严重 意外之后的士左边车头塌陷 现场留下手标和鞋等物品 早上7点 一辆的士沿冲美路东行 驶路近青衣又户站对开一个安全岛市 撞倒正是过马路的一对夫妇 其中81岁女人头和腰受伤 昏迷送去玛加列医院 另一个88岁男人手脚受伤 送院的时候清醒 迪士司机涉嫌危险亚洗 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